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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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Tank 上週更新新增了家園副本 今天我們就要來挑戰看看 到底家園BOSS有多難 那因為我是邊緣人的關係 所以我們整家只有兩個活人 今天要測試的是 兩個人挑戰家園副本 邪惡的酷酷狗第一集 想要挑戰家園副本 首先必須做好萬全的準備 進入副本後使用武器或箭矢 都會消耗相對應的耐久度和數量 同時 與戰鬥無關的物品將無法帶入副本 包括修理武器的材料 所以 入場後是無法修理武器的 入場前 記得先修理好喔 可以的話帶一把備用的武器 以備不時之需 如果你是擅長射箭的朋友 進入副本前也記得帶滿弓箭 注意 當你退出副本時 武器會自動恢復入場前的狀態 同樣的 帶在身上的箭矢也不會減少 所以 挑戰家園BOSS副本 其實是不會消耗資源的 副本開啟後有30分鐘可以挑戰 啟動BOSS後若全員陣亡或是BOSS狂暴 此時必須重新啟動BOSS挑戰 若個別陣亡須等待數秒後再次投入戰場 今天要來挑戰的是 邪惡的酷酷狗第一集 第一集的酷酷狗基本上沒有躲招的問題 技能傷害量不足 持續貼身用劍砍便可將其擊殺 做出副本時 所在文章的細節 正視 imped之為 挑戰勝利後不要忘記領取獎勵 獎勵會在每週一的凌晨結算發放 當週以前加入的夥伴都可以領取 領取完後在家園兌換商店中兌換相對應的物品 以上就是今天的挑戰 邪惡的酷酷狗第一集其實不會太難 對兩位挑戰者來說相對輕鬆 下一集我們將要挑戰邪惡的酷酷狗第二集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想看什麼樣的內容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Tank 我們下次再見 未來也有機會 大家riek 一些總體症 點擊 in係 點擊 連結 點擊 點擊 點擊